评论家预言 俄乌战后中共将成世界民主公敌 泽连斯基成自由 民主的象征 马上将获得这个大奖 画面曝光 乌克兰移基臣俄巡逻舰必可复号 美军最高将领神秘形成被曝光 苏联模式复辟 癌症病童被迫雪地列Z4队停战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3月7日 欢迎收看第四期的万维独报 我是Denfer 俄乌战争开打一个多星期 事态还在演化中 海外时兵人士严传沟的文章认为 结局不离以下四种 一是普京未能达到军事目标 经济掀垮 惨败退兵 二是俄军全面占领乌克兰 乌克兰人民的反抗转入地下 俄军陷入长期古战 最终拖垮经济 拖垮普京 三是美国北约卷入 中共也卷入 打一场世界大战 四是俄军大败 普京动用核武 全世界一锅鼠 严纯沟指出 不论哪一种结局 中共都将重伤 捞不到任何好处 更严重的还是 俄国经此一役将一成不细 普京下台是大概率的事 中共先前还可以借普京之疯狂为掩护 怂恿俄国却打非正义之战 从中抽水 但俄国打败了 中共就将自己推到了前台 到那时 中共不可避免将成为全世界民主国家 和爱好和平人民的公敌 现在全世界都清楚了 中共与俄国不是同盟 胜似同盟 普京发动战争之前 与习近平在北京东澳密声 他们谈什么没有人知道 但当时美国已警告中共 俄国已决定开战 而中共却与俄国签署1000多亿美金的能源合同 以做雪中送炭 据俄罗斯大使馆发布的新闻 2月25日 普京与习近平举行了会谈 普京向习近平通报承认两个乌克兰地区政府独立的决定 他准备派代表团前往明斯克与乌克兰代表谈判 这一句话当然是假的 这件事也从来没有发生过 随即发生的就是武装入侵 也就是说 普京向习近平通报了 他做出进攻乌克兰的最终决定 而习近平强调 尊重俄罗斯领导人在当前危机形势下所采取的行动 也就是说 中共明确了自己支持俄国入侵乌克兰的立场 现在这都不是什么秘密了 虽然中共外交部狡辩 尽可能摆脱公开支持一场非正义战争的形象 但对俄国公然违背联合国宪章 悍然对邻国发动武装攻击的反人类行径 中共却不愿用一个字来予以批评 严纯沟痛批 此后 中共非但没有任何意义上的对乌克兰的声援和支持 甚至大陆党媒一面党为俄国护航 五毛小粉红为普京喝彩 更有无耻的爱国者建议乌克兰美女作为分享战果的幻象 这一切犯中怒的丑行 使全世界将中国人视为普京的帮凶 中国人为此在乌克兰成了攻击对象 严纯沟分析 中共原本以为乌克兰绝不是俄国对手 三两天时间内 俄国虎狼之师势如破竹 长驱止入 乌克兰投降 普京扶植伪政权 中共将处于有利地位 不过千算万算 就是没算到乌克兰挺住了 乌克兰不死 得到全世界一面党支持 反倒是俄国遭遇空前无有的制裁 西方国家变相参战 乌克兰后援还源源不绝 严纯沟认为 现在除了普京自己之外 只怕连习近平都知道 普京完蛋了 不管哪一种结局 普京都已经在赴死的路上 现在问题只是 普京完蛋之后 世界又怎么样 严纯沟一针见血地指出 世界到了没有普京时 民主国家的敌人就只剩下习近平了 现在德国一夜之间醒来 投资一千多亿欧元提升国防力量 美国严拟拨巨款加强国防 北约诸国必然随后跟进 西方国家贴文数字的国防开支 表面是针对俄国 但实际是为未来东西方尖锐的军事冲突做准备 严纯沟明确指出 未来有谁威胁到西方民主国家 除了中共 再无第二个 不管俄乌战争如何结束 中共是将成为下一个民主国家的公敌 本来拜登政府视俄国为对抗性国家 中共为竞争性国家 对中共仍存在某种程度的差别对待 但俄乌战争开打 中共摆明了支持俄国 与俄国结成邪恶轴心 西方民主国家很自然就将中共看成了下一个危险的敌人 西方国家从未像今日这样团结 西方民意也从未像今日这样一边倒 西方朝野也从未像今日这样憎恨普世价值被侵犯 因此俄乌之战结束后 中共的处境将比现在更险恶 将遭遇更全面而深入的制裁 政治经济外交的难题将会更多 泽连斯基的英勇顽抗与智慧 已经成为世界反侵略保卫自由民主的象征 感动了整个世界 美国里根总统基金会继研究所3月7日宣布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获得 罗纳德里根自由奖 该奖项是里根总统基金会所授予的 最高年度平民荣誉 该奖项被授予那些对全世界的自由事业 做出不朽和持久贡献的人 美国里根总统基金会 继研究所周一通过推特宣布 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 将获得罗纳德里根自由奖 据美国短新闻网站Axios报道 里根总统基金会 继研究所董事会主席瑞安说 全世界都为泽连斯基总统和他所代表的一切 民主、个人自由、自由和希望而喝彩 罗纳德里根自由奖被认为是授予 那些对全世界的自由事业 做出不朽和持久贡献的人 自罗纳德里根自由奖创立以来 获得该奖项的美国国内外人士包括 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 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鲍威尔 以色列前总理拉宾 英国前首相萨切尔夫人和 里根曾经的副首老布什总统等政要 乌克兰强力抵抗俄罗斯入侵 不仅击中多架俄国战机和战车 现在乌克兰军方更宣布 乌国海军在黑海战略港市敖德萨 接沉俄罗斯黑海舰队 22160型毕可夫号巡逻舰 目前俄方尚未证实此消息 若属实将重伤如军士气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 在脸书推特PO出一段视频 称乌克兰武装部队海军陆战队 在敖德萨击中一艘敌舰 而该舰疑似就是俄罗斯黑海舰队 最新型的22160型毕可夫号巡逻舰 乌克兰军事中心智囊团负责人 赫穆特也发文表示 一艘俄罗斯海军大型巡逻护卫舰 在乌克兰武装部队控制的领土上 遭到了飞弹袭击 不少网友看完视频后惊呼 另有网友称 乌国海军疑似用多管火箭来攻击必可夫号 画面中只见一团漆黑 疑似火箭炮的火光不断射出 随后影片中出现有东西着火了 命中 俄罗斯叉叉船 去叉的欢呼声 毕可夫号是俄罗斯海军新型巡逻护卫舰 2018年12月20日起服役 目前同级舰共有三艘 美国媒体CNN3月6日 引述一位高级国防部官员透露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迪将军 上周悄悄抵达乌克兰边境附近一个秘密机场 这个地址保密的机场已成为 盟国向乌克兰运输武器的枢纽 每天起降17个航班 这位官员说 在机场米利会见了军队和一些国家代表 并检查了货运进展 另一位国防官员说 美国欧洲司令部是大规模运输行动的核心 实时协调向乌克兰运送物资 这被认为是重磅信号 美国国防部首度证实这种有组织的实时的武器支援 而且由美国最高军事长官出面协调 有观点认为 这显示国际间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远不只是人道范畴 已经是某种大规模军事计划的一部分 报道还透露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 美国看到有关俄罗斯在乌克兰侵犯人权的报告 这些行为将构成战争罪 这种说法可能为更严厉的制裁开路 尽管普京反共 但很多做法却向着前苏联的共产专制统治模式靠拢 此次入侵乌克兰 不仅强烈打压民众反战 还搞出了一套令人啼笑皆非的挺战宣传 最搞笑的莫非是在冰天雪地中 接受临终关怀的俄罗斯癌症病童 与其家属竟被要求外出列队 排出Z字形 以显示列挺俄罗斯总统普京入侵乌克兰 这起匪夷所思的事件发生在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的首府 兼最大城市喀山 当地一个提供癌症病童临终关怀的慈善机构 周末竟要求病童们外出排成Z字形 还让他们一手拿着俄罗斯国旗的传单 另一只手握拳 然后透过无人机拍下照片 并放在机构网站上 该机构负责人瓦维洛夫说 我们的患者和整个团队都参与了 总共约有60人 俄罗斯军方在前往乌克兰的车辆上贴上Z字样 引发外界关注 有说法称Z代表扎波贝迪胜利 也有说法指Z代表ZPAT西方 现在Z字形已成为一种意识形态与民族认同的新象征 许多俄罗斯人借此表达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有评论指 这起癌症病童挺善的演出 虽然不是出自普京的安排 但肯定却是他非常欣赏和十分需要的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万维独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转发分享我们的视频 大家晚安 我们下期见